动漫 我要听 大人物艺术制作 主持人 永博 以及 电玻璃发展促进会 资料解析完毕 李明宇就位 倒数最后三点 李掌博报告 哈雷路亚 欢迎来到动漫我要听 今晚风什么 今晚风倒数 李掌博报告要带领大家 进入二次元和风跨年耶 欢迎来到2017 一国风跨年特别节目 今天动漫我要听 睽違五年 又在星期六晚上 刚好碰到跨年夜了 上一次就是我们节目 开播的那一年 2011年 在这个难得的日子里面 电播里全体李明 也绞尽了脑汁 想了跨年特别气话 想要跟各位听众 一起为2016年画下句点 迎接灿烂光明的2017年 首先有请现场的李明 跟大家打声招呼 准备好一起迎接新年了吗 大家晚安 我是大内 大家国立新年快乐 我是嘎嘎 Party Party all night 哦哦哦 大家好 我是嗨翻天的丁达 哦好嗨哦 是啥 啄喉了吗 好啦 跟大家打完招呼之后 就来公布今天特别企划的主题吧 为了因应跨年 我们打算来跟大家聊聊 跨年的时候 有什么传统的习俗 我想台湾基本上 是过农历新年才会有比较特别的活动嘛 所以今天呢 我们要聊的是过新历年的Japan 他们在这一天会做什么样的事情来度过呢 我们找出了六个普遍大众会做的事 首先第一个要提到的就是跨年乔麦面 这稿子是谁安排的啊 第一个就提吃的这样好吗 对啊很罪恶耶 对啊 不过我看了一下后面 好像也只有这一段会提到吃的了 所以呢 我想就整个叙述一下日本的年夜饭吧 日本在过年期间会准备所谓的 Ossetch料理 也就是玉节料理 跨年乔麦面呢 是其中的一道 其实我当初是看深夜食堂 才知道有这个传统的 那一集老板一开始就说 因为很多人会来他的店里面跨年 所以要提早准备 记得看到老板在荞麦粉上面淋上水 让粉变成面团后开始揉面 结果没想到后来进来的客人 几乎每个人都自己带了荞麦面来送老板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里面有客人提到 荞麦面是上司手工作来送给大家的 手工也是不是超有诚意的 同时呢里面也提到说 因为价钱不贵 同时又可以聊表心意 似乎是日本跨年蛮常出现的送礼选项 至于跨年为什么要吃荞麦面呢 哎呀这由来可多啦 有一种说法呢是认为 荞麦面又长又细 代表延年益寿的意思 也有因为荞麦面很容易咬断 所以代表了切断灾祸的意思 还有一个叮当一定很喜欢 怎么样 就是他还可以招财 我也喜欢 大家都爱 对 据说过去处理黄金的师傅啊 会把加了水的荞麦粉揉成团子 然后用荞麦团子把飞散在桌上的金箔 粘起来 再把荞麦团子丢到水里面 团子化成粉之后呢 金箔就会沉到水里 借此回收 所以象征了 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哦 那就是荞麦是不管经过多少风吹雨打 只要一照到太阳又会恢复精神 所以象征着卷土重来的意思 而且荞麦的壳烧成灰之后 可以用来洗掉气聚上面的污垢 所以啊 吃荞麦面也象征了去除五脏六腑里面的毒素 真的是好多由来哦 告诉大家过年的时候 要记得吃荞麦面 据说一直到2012年的统计 跨年会吃荞麦面的日本人 还是占了57.6%哦 超多的呀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漫画版的深夜食堂 吃完荞麦面 就有客人要求老板要煮杂煮 还有其他年夜菜 然后老板那个时候竟然就说 太麻烦了 然后话题就突然转到 过年还是要吃咖喱呀 最后就以吃咖喱结束了 感觉怎么跟我其他查到的资料 完全不一样呢 到底是为什么 应该是因为洋食出现之后 多多少少改变了饮食习惯了 其实虽说是跨年蕎麦面 但是蕎麦这种东西 普遍只有关东才有 所以关西的话呢 不是吃蕎麦面 是吃乌龙面啊 深夜食堂日剧版 第一个送老板 蕎麦面的客人啊 就是说着关西强 然后表明他都吃乌龙面的 然后我也的确在网路上查到 还有跨年意大利面这种东西 什么跨年意大利面 什么鬼啦 好啦 除了蕎麦面呢 深夜食堂里也出现了 另一道羽结料理 那就是嘎嘎刚刚提过的杂煮 跟字面意思一样 就是什么东西都能放啦 但是呢 不变的是主食还是麻薯 相信大家应该也对日本过年 会倒年糕这件事情有印象吧 对啊 年糕的吃法也有很多种哦 有煮在杂煮里面的啦 还有用包一包烤一烤 然后用海苔包起来吃的 真的 讲的真的流口水了 太吹饿 对我点要去吃宵夜 麻薯呢 对 刚刚我们介绍了几样 日本年夜饭会吃的食物 如果听众朋友们 将来有机会去日本跨年的话 一定要在当天晚上 吃吃跨年蕎麦面 而且有一件事很重要 一定要记得 据说 一定要在跨年之前 吃完 不然刚刚说的那些好运 不但不会降临 反而还会有坏运 一定要在12点之前吃完 好了 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休息一下 要听到的是 深夜食堂第三季的主题曲 由高乔悠所演唱的 Yakimuchi 刚刚聊到 我们在日本动漫中 可以看到日本人 在除夕晚上吃什么了 那现在吃饱了 离新年还有一段时间 在日本可能会有些什么活动 来放松的度过 当年最后的时刻呢 我记得啊 每一年的12月31号 日本的NHK 都有红白歌合战嘛 是不是 没错 而且台湾还会有电视台 在几天之后上翻译字幕播出哦 相信一定有不少的听友 曾经在 樱桃小丸子的动画里面看过 他们全家人吃饱后 守在电视前等红白开始 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小丸子那一天 还特地搬咖啡壶出来 拜托妈妈 可不可以泡咖啡 让大家边看电视边喝 因为夜晚还很长嘛 如果在家跨年 真的很容易在电视前坐得太舒服 然后就睡着了 而红白播出的时间 刚好就是晚上7点15分 家家户户团圆吃饭的时间 然后一路播到跨年前的11点45分 是全程布广告 长达四个半小时的 马拉松式歌唱节目哦 你看看吃得饱饱的 然后坐在那边看四个半小时的电视 真的是不打瞌睡也很难 真的 我绝对不会承认我打过瞌睡 其实我也是 我不用过年的时候 我也打瞌睡 那这样子我天天都打瞌睡 好了太废了 好了我们把话题拉回到红白上面好了 红白呢其实是个分组对抗赛哦 他们会把女歌星分到红组 男歌星分到白组 两组轮番上场 最后呢由评审跟观众选出胜利的组编 像小丸子就会帮红组的山口百会加油 山口百会 对啊然后除了唱歌 我记得还会连线其他地区的跨年活动 还有上场歌手老家的民众 帮他们应援加油的场面 对我觉得从这里就可以感觉到 红白很注重区域平衡这一点 不是只有单单东京自己在欢庆而已 还有一点我觉得还蛮妙的 刚刚不是说小丸子喝了咖啡 想维持精神把红白看完吗 结果他还是睡着了 跟我们预料的一样 那他醒来的时候啊 电视已经改成在播寺庙撞中的那个画面了 哎很奇怪哦 明明这么多明星齐聚在一堂 可是红白他就是只播到11点45分 不跟观众一起倒数耶 嗯关于这一点就要先考考你们啦 你们知道播红白的NHK全名是什么吗 叮咚叮咚叮咚我知道 日本放送协会 叮咚答对了 因为他是日本的公共媒体 像过年的时候听寺庙中生这种传统 还有区域平衡的价值观念 他们一定要带头重视啊 对很多老牌的演歌手啊 即使已经不如从前活跃 红白呢还是一定会要他们演出哦 刚刚说小丸子睡着 动画里他就是在日本国宝级歌手 北岛三浪出场的时候睡着 但是NHK呢还是很重视这些传统歌谣 要透过红白让全日本甚至海外的观众也一起欣赏 虽然年轻人可能听不太习惯了 嘿嘿嘿 超动画的 谁说演歌歌手出场年轻人就不习惯 你忘了去年 小临幸子在红白唱了初音未来的名曲 千本音啊 但喜欢观众 喜欢动画的观众超兴奋 你看我兴奋到都语无论子 而且我记得小临幸子他还自带弹幕 帅 等一下哦 怕特别节目可能会有新听友啦 我们就先补充一下 弹幕呢是来自Nikoniko动画这个平台 呈现网友留言的一种方式就是 就像字会一直飞过去 没错这种方式他可以在影片里面 让你很有感受的那个当下 把想要表达的话变成字幕 然后从作品的画面上面跑过去 然后去年小灵幸子在红白上面啊 他除了一如既往的有超巨大 超华丽的装扮 背后还架了荧幕 让弹幕成放射状的 从他背后跑出来 看起来就很像背了一副 会跑弹幕的翅膀 实在是太威了 这个去年小丸子 也有在红白代表红组出场啊 白组跟他对上的是 妖怪手表里面的威斯帕 他们两个当司仪 让那一年在红白演出的歌手 分别唱了很多动画名曲 我在新闻上面还看到 AKB48特别cosplay 唱了美少女战士的主题曲耶 然后我们节目播过歌曲的 大元英子还唱了小丸子 哔哩巴拉哔哩巴拉 那首超经典的主题曲 可惜我们节目录音当下 还没有公布 今年在红白登场的 有哪一些歌手 没关系 过几天搞不好 台湾的电视台 就会播出有翻译字幕的版本咯 我们现在只好先听听去年 曾经在红白演出的歌曲 过过感应咯 这就是樱桃小丸子的主题曲 而且是小丸子诞生 25周年的版本咯 请听由BB Queens演唱的 Odolibon Bokorin 阅读一部好的动漫作品 就如同穿上一件 和身漂亮的衣服一样 令人开心啊 欢迎来到2017 一国风跨年特别节目 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新年活动 就是一到12月31号的深夜12点 日本各大寺庙就会生活 准时的敲除夕之中 是的 许多日本人都会特别 西家带卷到寺庙去听除夕之中 而且除夕之中 还不是只有敲一下就结束 是要瞧108下 对 关于这108下终身的由来 众说纷纭 但最普遍的说法就是 佛教当中有108下烦恼以及欲望 在除夕夜听到这108下终身以后 烦恼都会被悠扬的终身带走 而且在战争的时候啊 因为日本各地的寺庙 都将大宗上缴给政府融成武器了 当时的除夕夜都无法维持 除夕之中这个传统 所以现在可以听到除夕之中 也是象征着和平哦 嗯 我知道这个除夕之中的由来以后啊 就觉得跨年或过年呢 也不一定要那么热闹 尤其是呢 每次过年我都真心的认为 放鞭炮很吵 像这样呢 跟家人聚在一起 听108下终身 让自己的心灵平静下来 去思考接下来这一年的新年 新计划也不错哦 以上是我一开始 对除夕之中的想法啦 直到我看了荒川爆笑团以后呢 就觉得我的内心 好像失去了什么的样子 我前面听你讲的 觉得好感动哦 那你突然从除夕之中 讲到这个荒川爆笑团 这个痛也跳得太大了吧 对不对 不过荒川爆笑团 本来就是走比较无厘头啊 电波的风格嘛 会跟这样带点神圣 庄严气息的除夕之中 连在一起 我想这个剧情应该是蛮奇特的哦 其实我大概懂杨子那个内心 失去了什么 前面有提到说 除夕之中会带走人的烦恼 荒川爆笑团 奈化的开场是 欣欣跟村长两个人在男主角 小招房子外斗嘴 在欣欣跟村长斗嘴的同时 小招隐隐约约听到有终身 因为他们是住在河边嘛 附近也没有寺庙 正当小招疑惑终身到底是哪来的时候 他发现欣欣跟村长 两个人突然性情大变 就好像没有烦恼一样的豁然 结果小招发现是天狗三人帮在搞鬼 而且他们的钟还是用很柯难的那种 随便拿棍子啊 跟一个很有喜感的玩具娃娃 走出来的 但是啊 这个看似有点愚蠢的钟 却真的能带走烦恼跟欲望哦 例如本来是个斗S的玛丽亚 他的斗S玉全没了 变得只想赖在毛茸茸的绵羊身上 还有当过佣兵的修女 警戒心也没了 变成一个很慵懒 一直想睡觉的普通男子 修女是男的 对 他是佣兵 对 男的 好 明明除夕之中 应该是一个很庄重的仪式啊 但被荒川报教团这样一搞 就是完全回不去了 对 而且啊 到后面 天狗三人帮 还把理由说得头头是道 天狗三人帮说 他们只是想帮助一起守护秘宝的亚马逊女战士 震荡气氛正温馨的感人的时候 结果下一页他们三个就说 但身为天狗 我们剖下小危害人类的妖怪本性 还说不给人类找些麻烦 就不是妖怪 我看到的当下反应只有 你们欠骂吗 什么想帮助人 根本就是骗人的吧 想在除夕夜整人才是真的 这个除夕夜我看这样一搞 也是鸡飞狗跳的 对对 但是也只有在二次元的世界 才会有这么无厘头的除夕夜 不过除夕之中 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传统 在外面跟朋友狂欢跨年的同时 也不要忘记让自己的心情沉淀一下 重新整理自己的心情 再好好地面对新的一年 接下来就让我们听一首歌曲休息一下 请听来自荒川报校团 真人电视剧的主题曲 由Galileo Galilei所演唱的 Sayonara Frontea 刚才聊了日本的除夕 在敲完108下的除夕之中后 接着就进入日本的新年了 在新年第一天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到神社 或是佛寺参拜 是为了感谢过去一年平安的度过 同时也祈求新的一年能够健康顺利 据说从除夕到大年初三这段时间 会前往明治神宫完成新年参拜的人数 约有300万人 虽然我没有亲眼看过日本新年时的神社 但是就有看过电视上的新闻画面 参拜人数真的超级多的 看起来就跟台湾新年习俗的走庙很像 台湾农历新年的时候 在一些香火鼎盛的庙宇 人潮也是源源不绝呢 真的 日本的新年也一样热闹 他们新年第一次的参拜称为初一 初一 除夕结束后 各地民众就会前往神社参拜 或是等到早上再出门 可能是因为半夜没公车搭吧 没错像是动画奇木男熊的灾难 就有描述日本新年的参拜过程 因为主角奇木男熊是个超能力者 可以听到所有人内心的声音 所以大家的愿望都听得一清二楚 像是奇木爸爸嘴巴上说 希望跟奇木妈妈恩爱一整年 实际上跟神明许的冤枉是 希望我买的台票能中良 我也希望能够中良意 这样cosplay的服装经费就有着落了 那会太多了 不过呢 奇木爸爸这个愿望呢 好像没有实现 反倒是呢 第二个愿望呢 实现了 第二个愿望是 希望男熊可以遇到好女孩 然后全校女神 就这么刚好地出现在他们面前了 也太刚好 然后呢 他们遇到了奇木的同班同学然堂 不知道该怎么参拜 奇木爸爸就教了正确的参拜方式 首先呢 要把同班丢进前方的赛前香 再咬两下铃铛唤醒神明 接着要两鞠躬表示尊敬 然后拍手两次 双手合十向神明许愿 最后再鞠躬一次就结束了 哇 看动画也可以学习如何参拜 超实用耶 嗯 没错 永伯在这边也补充一些 动画没有提到的参拜小知识 到神社参拜的时候 如果经过鸟居 尽量走在道路两侧 因为日本人认为鸟居是划分神明跟人类的地方 走入鸟居就代表进入神明居住的地方 而中间的路被认为是神明走的路 为了不触犯神明 通过前跟通过之后 也可以行个礼表示尊敬哦 嗯 参拜完再去抽支签 看看自己的运势 我在日本的电视节目上有看过 参拜的人如果抽到了凶 就会将这支签绑在神社里面 代表把坏运留下 好运来到的意思 嗯 我也有印象啊 在日本新年参拜当天 不少民众会穿着和服在神社内行走 画面真的很有日本气氛哦 嗯 这就让我想到了漫画 普通的链子 链子呢穿和服去参拜的画面 男主角二公建邀请女主角 夏木恋子一起看元旦日出 顺便呢迎接新年 从除夕整夜没睡 到一起看日出 那个画面就是 好傻啊 是空白我怎么回事啊 算了 我不要面了啦 哎呦 别这样啦 我懂你的心情 不过看到二公脸红表示 夏木同学好漂亮的时候 我的少女心在疯狂结叫啊 而且新年参拜可以看到 一堆女生穿着漂亮的和服 围上毛皮围巾 你不觉得就是个超级美丽的画面吗 你是大叔吗 我爱所有美丽的事物 二次元帅哥也很爱哦 这个根据永博这几年观察下来 会穿正式和服参拜的人 越来越少了 虽然没有规定 一定要穿什么服装 但是进出神社 还是不要太随便比较好 也因为日本的衣月相当的寒冷 而且到神社参拜的时候 也必须走上一段路 所以提醒大家 如果去日本的话 做好保暖措施 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哦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听首歌曲 请听来自动画 奇目男熊的灾难ED 由电播主Ink所演唱的 Sydis I Like You 现在就要安口去 晚点再说吧 先休息一下才能嗨到最后哦 欢迎继续回到 2017一国风跨年特别节目的现场 这里是动漫我要听 现在进行的单元是 李长博报告跨年特别企划 二次元野风倒数 日本动漫风跨年 去神社参拜完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 日本动画角色 常常会提到的话题 那就是出梦 也就是新的一年 所做的第一个梦啦 不过在那之前 B胖 你先来说说看 你是从哪部作品里面 看到这个日本特有的习俗吧 嗯 好 大家好 我是B胖 其实我在大学之前 接触到的动画 都是从电视播出来的 对于喜欢的动画 也不会特意去买他的周边商品 原著小说之类的 但是我在大一的时候 接触到这部动画之后 我就掉入这个动画的坑里面了 它那高水准的作画 以及有趣的剧情 多让我深深为这部作品着迷 纵使之后 推出的作品不及于此 还是不减我对这部作品的喜爱 那就是凉宫春日的忧郁 凉宫春日的忧郁这部动画呢 是由青小说凉宫春日系列 改编的校园喜剧动画 作者是古川流 而我们要介绍的出梦 是之后在YouTube 推出的附属作品 小凉宫春日的忧郁其中一集 剧情就是围绕在主角出梦时 梦到了富士山老鹰 还有茄子所发生的趣事 至于出梦跟富士山 鹰还有茄子有什么关系呢 等一下再跟大家说明 想知道完整剧情 也可以去看动画哦 不过我对于这部作品的内容 有些存疑 皮胖 里面出现的不是富士山 老鹰还有茄子吧 明明只是像富士山的山 还有假扮成老鹰的 鹤跟茄子的手机吊舌 是不是 哎呦不要这么计较嘛 算了不跟你计较 好了至少里面呢 还有稍微讲到一点 我们等一下要跟大家介绍的出梦 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好了 不过呢我听说这部作品 好像还没完结续集 悠悠无几的样子哦 这你就不用补充了 好了你们两个不要再闹了 虽然本博知道皮胖你非常喜欢这部作品 不过我们回到正题 赶快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解答一下 究竟出梦跟富士山老鹰还有茄子有什么关系呢 是不是跟本博猜想的一样 是跟lucky lucky好运有关的呢 嗯勇博猜的没错 在日本的传统里 他们认为如果在新的一年 所做的第一个梦里 梦到富士山鹰还有茄子 这三样东西就是吉祥的象征 而最早出现这种说法 是在江户幕府时代 因为富士山老鹰茄子是靖岗县的名产 而开创江户幕府的德川家康 是靖岗县出身 江户庶民希望能沾一统天下的德川家康的光 便创造出这个传说 还有另一种说法呢 是认为富士山的富士富吉 在日文中的发音呢 跟无事不及平安无事的发音很像 在日文中呢 还有出人头地的意思 而老鹰高跟很高高发音很相近 意味着开运或梦想实现 而茄子那斯比跟日文中的达成那斯也很相近 在日文中呢 也有积蓄财富跟子孙满堂的意思 因此呢富士山老鹰茄子 就被用来形容新年做的吉祥梦啦 另外日本还会用 一富士二鹰三茄子 这样的俗语来描述出梦的吉祥程度 我们在看日本动漫描述过年的时候 除了有刚刚介绍的 从除夕晚上到初一凌晨的跨年活动 出梦常常也是描述过年的时候 爱用的场景哦 虽然B胖推荐的作品只是相似场景 这么连理都这样说 好了好了 其实不管台湾或日本的过年习俗 都是希望新的一年开始 整年都有好运气 能够挥别前一年的不顺心 但是可不要为了得到这些好兆头 就狂吃茄子 增加做梦梦到的可能性哦 这样可能就是本末导致了 好关于出梦 我们就先聊到这里 休息一下 我们来听一首歌曲 待会儿再来聊聊 过新历年的日本 在初一之后 还有些什么样的活动 请听动画 小梁公春日的忧郁OP 今までのあらすぎ 介绍完了出梦 最后要跟大家聊聊 日本的年鹤状文化 日本人在新的一年 第一天的早晨 会在自家信箱里 发现许多惊喜哦 也就是所谓的鹤年卡 这个日本的鹤年卡 是一种明信片 卡片会印上年鹤两个字 所以叫做年鹤状 这也成为日本过年的一项 重要习俗了 是的 因为日本是一个 很重视义理的社会 他们认为对亲友同事 甚至每一个认识的人 都要表达感谢之意 是一种礼貌 所以一个日本人 准备上百张年鹤状 都是有可能的 你想想看 因为要寄给国小朋友 国中朋友 高中朋友 所有老师 公司同人上师 等等等等 总之就是超级多人 光想了就觉得 好难道 你又写多少字了 所以日本也有印刷年鹤状的各项服务 不过如果你花一整年的时间 慢慢准备 还可以省钱 因为很有趣的一点是 邮局人员只要看到明信片上 印有年鹤两个字 不管你什么时候寄出 他们都会统一在 1月1日早上 寄到大家的信箱 如果每天都准备一张年鹤状的话 一年可以寄出365张 谁会365天 每天都准备年鹤状 但是我觉得日本邮局这些想法很贴心 他们的做法 至少不会全部都记在年末 这个叮当 你好像之前听你讲过 你以前在日本念书的时候 也有记年鹤状的经验 想到这个就 很累 真的很累 为什么 因为我自己还会画图啊 有那种 弄得很漂亮的图 就是那种年鹤状 可是我就不想要 我就买空白的 就想说自己画 就是我会画那年的生肖的东西 这么高纲 对啊超高纲 然后其实 光写字手都快断掉 然后还画图 我真的觉得自己 自找麻烦 自找麻烦 我现在看你的手还挺好的 是假的吗 你听起来 通通是假的 好 其实呢 小薇 我第一次知道日本有这个习俗啊 是在库洛魔法使中 日记的知识哦 你可不可以换别的作品 换一个梗好不好 对啊 毕竟我是从小看 小鹰看到大 既然日本有过年的习俗 当然动漫里也少不了过年的场景咯 小鹰穿着和服 真的是超可爱的 经过昨天小薇的荼毒之后呢 剧情我也略知一二了 小鹰将那也是一大早就收到了 许多朋友寄来的年鹤状 而且每个人呢 都很有自己的风格 小狼呢 就很有个性的 用毛笔写了 新年快乐 就是四个大字 喜欢摄影的知识呢 明星片上印有他自己拍的照片 喜欢恐怖故事的奈婿子呢 则在明星片上画了一只怪兽 而优雅的立将呢 则是画了美丽的樱花呦 嗯 还有更好玩的是啊 山崎写了关于元旦的知识哦 他说因为中国古代有个名叫元旦的和尚 在1月1号诞生 所以这一天就称为元旦 诶等等 根本就不对吧 对啊 对啊 别忘山崎可是出了名的吹牛大王 各位不要被骗咯 就连小鹰都被唬得一愣一愣 所以山崎的青梅竹马千春 才会在他的年鹤状里写着 山崎的鹤年卡是骗人的哦 原来千春早就知道 山崎一定会借机会吹牛了 看着这些可爱的互动 觉得好青春啊 我看你是想谈恋爱吧 也是 不过这样听来哦 日本年鹤状有各式各样 可以自己画 也可以贴图案 现在还有APP制作年鹤状哦 我想大家在花时间准备年鹤状的同时 应该也可以得到各式各样不同的乐趣吧 哎呀 APP制作的年鹤状也是不好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那种纸本的年鹤状 可以抽奖啊各位 真的吗 对啊 我每次那时候收到就很期待 因为这个年鹤状呢 就像我们的统一发票对讲一样哦 每张年鹤状上面呢 就会有数字在下方 然后会在一月中旬的时候开奖 奖品呢 有旅游现金家电等等 难怪日本人都想收到年鹤状啊 像我当初也超期待 但是全部都共骨了 好奇哦 那我可不可以自己买一堆回来 自己留着 可以啊 是哦 就像买那个彩券一样 有一点 哇 中奖的话就可以过个好年了 没错了 看看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 再过不久 新的一年2017就要到来了呢 在2016最后一集的节目当中 我们介绍了日本跨年到新年的各种习俗 大家是不是也跟我们电波里一样 长了知识了呢 长了 今年的电波里可以陪伴大家度过跨年夜 真的是感到非常非常的荣幸的 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收听 也非常谢谢在动漫我要听FB粉专一起实况聊天的朋友们 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天空部落格查阅节目的相关资讯 或者是给我们批评指教哦 嗯 今天的录音花絮会在下周二上传到YouTube 欢迎点阅回顾 如果有想点播动漫相关的歌曲 只要有发行CD都可以到FB粉丝专页 找到关于里面的Google表单投稿哦 也欢迎来逛逛永博跟我们各个里面的个人粉丝专页 来追踪大家的最新动态咯 嗯 晚安曲 我们要听到的是库洛魔法时的茶区 幸好 最后祝福大家有一个平安喜乐的2017年动漫我要听 我们下周新的一年再见咯 各位 预备 去 新的一年也请多多指驾 Happy New Year Y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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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y